Where there's no imagination, there's no horror 在我本事典裏,黑暗從來都不恐怖 最恐怖的就是停留在黑暗停滯不前 對於怕黑的人有兩種可能性 一就是做了虧心事,一就是太過好想像力 今晚我會講一單最新的娛樂資訊 發哥獲得浸會大學頒發榮譽博士 一個出色的演員在現實中一定經歷過無數這麼多的黑暗 憑著自己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難 帶給行內卓越的表現 啟發千千萬萬的受眾 由於今晚踏正11點鐘就進入農曆七月 今晚我會跟大家分享一連串的娛樂圈撞鬼事件 有人遇到挫折的時候會做傻事 有人能夠克服黑暗,勇往直前 不知道你又屬於誰呢? The feeling of success is a special one and this feeling becomes magical when you achieve success against all odds in life Are you ready? 話說大家都知道伊健很喜歡貪玩 他經常約一群人在台前幕後去玩Wall Game 那次他試過一群幕後工作人員在黃昏入電視城打Wall Game 原本是八個馬路的 他選錯地方了 你猜他選哪個地方? 他選了在片場的文初街 文初街很猛的 你在那些地方玩Wall Game 人家原本可能坐在庭園上 承亮 在唱這個我願此花叫美那一隻 在摸摸自己的邊 你無端端去文初街打Wall Game 你真是撩鬼拿命 他八個馬路去了文初街 差不多玩完之後就打算離場 然後領隊就數人頭 由當時伊健自己開始數人頭 因為原本一群人約一起玩的 只有八個 1 2 3 4 5 6 7 8 9 咦? 為什麼九個? 不知為什麼呢? 再來一次 1 2 3 4 5 6 7 8 9 咦? 又數多一次? 我數來數去都是九個 不行了 你來數 然後有人以為他在那裡玩 你是不是玩東西? 數極都有九個 等我來 然後換了第二個 另一個人覺得他在那裡玩東西 嚇我們 1 2 3 4 5 6 7 8 9 哈哈哈哈哈哈 真是數到九個 是哪一個人來的 然後他馬上說 哇 走啊 幾條馬馬路一起跑出去門口 有那麼遠跑得那麼快 這是其中一個經驗 另一次伊健 又在電視城埋位期間 他睡在地毯上休息 你知道其實做藝術師 你看到很光彩 很帥仔 但是這麼累 拍戲 有地方 總之是打平的 你可以休息就休息 當時那晚他在地毯上休息 突然之間一盞燈由高處跌下來 他身邊 在上面一盞油燈 然後這個伊健 為什麼你看他的樣子很純 因為他好像大小孩 他當時的心態很正確 他怎麼說 發生意外之後 有一位陰陽眼的同事跟他說 他說 之前我見過這裡 坐著一個穿著小鳳仙裝的女人 可能是他救了你一命 如果不是那盞燈 打正你的頭 沒有啊 現在那盞燈 打在他旁邊 打過一點點就毀容 還有一個藝術師 你們想聽誰 你看看我是否準備一連串 今天大開鬼門關 所以今晚整晚都是講藝術師 現在早一點 我猜不到這麼快已經去到過千二人 現在繼續說 說不唱K 在2003年他拍劇集叫《英雄刀少年》 當時他剛剛擔正做男主角 捱奸底的事情 就在這個男友飾室那裡欺負 又是說這個男友飾室 因為男友飾室剛剛已經說了 有兩個男藝術師在那裡撞鬼 但是他新來新豬肉 不理得那麼多 公司要捧你 日以繼夜以繼日不停拍 有時間有地方 總之可以讓你欺負 難道真的好像馬一樣 站在那裡睡嗎 總之有地方讓你躺平 躺平啊 那時候這麼早已經躺平 有得睡就休息了 然後就是這樣出事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趕氣 日接夜接 他跟整班訓練班的同學 都在休息睡覺 怎知道睡著睡著 隔壁的同事突然間說話 好像鬼吃泥一樣 他聽不明白那個同學究竟在那裡說什麼 但是他說最恐怖 聽到那個同學在那裡說話的時候 說的是 另一個人來的 不是他自己的聲音來的 哈哈哈哈哈哈 即使他跟著其他人都看到 其他人一起起來 都嚇醒了 整班人雞飛狗走 然後還有另一次 又是很驚嚇的 大約是當晚的凌晨三四點 他們跟一班男同事 就在休息室睡覺 看著他看著 有一個小孩在門口的方向走進來 但是當時門口是關了 他的同事就非常之害怕 最後看著眼數 一、三、二、一 一起跑出去這個休息室 好了 輪到下一位 就是Bosco 今次輪到Bosco 是說什麼 Bosco有一次去馬來西亞的怡保 當時就入住一間酒店 我知道我的網友都是來自怡保 如果有怡保 哪一間最猛 你可以留言告訴我 當時Bosco去了馬來西亞怡保 去到酒店的時候 check in 是不是欺負我新人 你知道嗎 給他一個美房去住 當他插入鑰匙卡的時候 其中一盞燈一直都沒有燈 以我住這麼多酒店的經驗 插入鑰匙房 然後你進去 你進去之後 很多酒店都要再插入鑰匙房 到門口旁邊的開燈 如果你沒有插入燈的話 他是不開燈給你的 為什麼Bosco說 為什麼插入燈也不開燈 然後 當時的酒廊經過了酒店的保安 Mr.Wong, are you okay? 他說, it's okay, it's okay 但當時他事後想起 覺得這個保安很害怕 但Bosco就不理會這麼多 他覺得不知為何這麼怪的表情 然後他不理會了 就進去這間房間 即時進去這間房間 覺得周身不聚財 直到他走近床邊的時候 本來他想開燈 但是突然間 因為他走到入房間 還是黑的 都還未開燈 但走到他入房間 床邊的時候 燈沒有經過這個插鑰匙 但自己開燈 接著Bosco在燈時 回頭看一看保安 保安站在門口 但不肯進去 死都不肯進去 Bosco立刻了 他知道什麼事了 嚇到他馬上 不好意思, sorry 他拿了行李 趕快跟保安去換房間 這就是他其中一個靈異事件 下一單又說另一個藝術